最後要回去的時候 又看到了很多的商店 商品 食品 什麼都有 已經你這是最後要加買的機會了 其實我自己搭過 其實我自己搭過 其他吃不太出來 不溫泉 待會我們想要去買 兩百七十一間 現在Toma會值得試試看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我是Toma 你現在收看的是TomaTomaNama Hoso 現在的時間才五點多 今天是一場印在 因為我們要前往的是 日本 環球影城 好吧 我趕快先去準備一下 希望今天環球影城可以玩得非常的順利 在影片開始之前 別忘了先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要先去趕車囉 行きましょう 我們這次是主站 新進攻站 所以要去環球影城 還蠻近的 可以從新進攻站 然後達到七九條 然後在喜歡環球影城 只要一百九十元 現在的時間才七點十一分而已 剛剛捷運站出來超級多人 我們趕快一直奔跑 雷早餐都還沒吃 我們在說票題的前面 不知道今天到底是幾點會開 今天已經八點零二分了 我的策略呢 是要先去玩小叮噹樂園 我們要準備找囉 走吧 光排隊就已經快要排快二十分鐘了 我已經那麼早來了 現在還是八點了 真的很久沒有來到環球影城 還是非常的歡樂 這是現在最紅的限量的VivaTro的肉包 它還有跟男生跟女生 也是要盡早排隊才會有喔 戴上VR眼鏡乘坐雲霜飛車讓你有勝利其境的感覺 現在已經九點了 已經玩完了 第一項 遊樂設施 小叮噹 真地來說 蠻刺激的 我自己覺得肚子很痛 還蠻好玩的 現在目前最熱門的就是小叮噹 剛剛進來的時候只要排四十分鐘 現在要排一百六十分鐘 建議可以利用單人通道節省時間 接下來玩的第二項遊戲是 咒術鬼戰的4D電影 就是Dias的3D眼鏡 好 來看電影 我們剛剛看完了咒術鬼戰 那些聲光效果 中間的動畫還有那影子都會一直跟著動 剛有抽快速通關卷 我們要前往的是馬利歐園區 我們已經走進了馬利歐園區的路口 這次我跟朋友借了這個能量手環 其實它是在水世界的旁邊 然後哈利波特的隔壁 中間開了一條路 往裡面走 我們是約10點鐘 附近都有吃雞皮的聲音 蠻有趣的 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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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歡樂 說 突然搞 終於來到馬利歐樂園的YouTube上面 看到熟悉的畫面 今天終於走進來這個市場 今天天氣來 好多人在排隊 要跟路頭照相 我們趕快先進去 排遊樂設施了 哇 果然進來非常的歡樂 這是一層一層的道具 跟那個遊戲裡面一模一樣 好可愛 好多好多的戲劇 現在我們要去玩的是 庫巴大冒險的賽車遊戲 要進入庫巴的大嘴巴裡啦 這場景真的做得很厲害 一直不搭庫巴在這邊 這就是庫巴的懲罰 每次玩馬利歐的時候 最後一關就是玩庫巴 對於馬利歐賽車大家應該都不陌生 戴上頭套利用HUD護目鏡 別忘了聯動能量手環 跟隨看到的遊戲畫面 準備來一場賽車大冒險吧 我們現在要進行的是國王關 可是我也不知道要玩什麼東西 然後三把鑰匙 才能進到所有功能 這是每個都可以敲啊 欸有欸 這也可以敲 這也是有鑰匙的東西 欸可以欸 整個遊戲利用投影紀錄 等於以後要出全的工作 看著畫面中的影子 彷彿自己真的在遊戲裡冒險一樣 算是那個人 對於是跟螢幕互動的一個優雅機 還滿有一點的 現在冷氣沉浪 大概稍微動一下就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事情 韓國冰罩我覺得還蠻濃的 買了這一個 這是耀西的身體 外面是個菠蘿 裡面什麼呢 裡面呢是Yakissouba 炒麵 它有點像肉包的感覺 麵很多在裡面 如果都值得的話可以買一些點心來吃吃看喔 看到這巨石鎮就知道 我們又來到哈利波特園區了 這是我的第三次來到哈利波特園區 還是覺得非常的興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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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完了晶晶吃鱼 很久沒有玩了 原來蜘蛛有這麼多隻 所以狂魔還真的蠻大的 整個座椅翻起來的樣度也是很大 如果你有來到哈利波特園區的話 一定要再玩晶晶晶吃 真的非常的淳艱 中午我們走到旁邊三根掃帚用餐 這裡每套主餐都有附大玉米 絕對不能錯過 再次感受魔法世界 火米春神奇的氛圍 環球影城的遊行 是從今年3月開始的 這一次呢 他也特別的規劃有一區 是付費觀賞遊行的區域 都在我左邊這邊 不過我們這次沒有買這個區域 所以我們還是二關的在兩旁 先等待一下 我們已經看完了遊戲 接下來要玩的是 Spiderman 我們已經剛剛玩完了 新竹人 聽說今天新竹人 年底的時候 就要把它拆掉了 要換成有了措施 真的很久沒有玩 還是覺得非常的好玩 不愧是一開始來到環球影城 必玩的一個項目 在全世界的大門口等待 待會5點的快速東方 再次進去馬力歐市場 可以看看 晚上的馬力歐市場 到底長什麼樣子 買到了 那原本以為早上會賣公公 結果沒想到 現在5點半還有 玩這個要件的世界 雖然有點慢 不過還可以看到整個馬力歐市場 整個夜晚的馬力歐市場 是蠻好玩的 我很喜歡後天這個十二幅 超可愛的 待會兒要去買點今天 要給你回大班 大部分大家來到環球影城 是什麼時候呢 這次呢 我們花了十二個小時 緩了七下的遊樂設施 跟一個遊行 來買冷藝術的戰利品 一顆星星 我覺得今天還蠻滿意的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別忘了幫我訂閱大家分享 我們以後下個小事見囉 掰掰 掰掰 過紀元區 除了有原本的遊樂設施之外 現在還有多了恐龍的表演 結果時間差一點點 五分鐘後就不放假 進去 經過水世界看不成 我們跑到了靠邊邊 大藍沙 雞塊水漂 藍色的代表 不知道到底要好 先吃吧 還蠻滿意這一次 規劃的行程 如果你有需要 前者時間花還是買下快速觀光會比較好 我就是總共排了兩個 各排了快一個小時 了放入 1天 一天 踐 1個 飾 1個 2個 3個 0個 2個 3個 0個